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问题要怎么解决 必须要特地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 所以我们特别讲出来几个重要观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制造业要服务化 只有制造业它增加服务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提供一些比较高价值的附加 顾佳的一种服务能力 这样才能让制造业更蓬勃 我们也希望服务业能够国际化 科技化 这样可以增加很多劳工朋友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从中产业它特色化 增加一些特色 增加一些传保绿能功能以后 也可以增加我们劳工朋友就业的机会 也能增加大家的所得 所以只有在政府继续努力 同时这个产业结构改善的时候 老公朋友才能彻底的得到更好的经济成长的结果 那今天我们非常恭喜我们所有得奖的人 因为得奖就是一种肯定 得奖就是一种荣耀 大家说对不对啊 因为你们努力才能让公司更茁壮 因为你们的努力才能让国家更成长 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 让这个大家今天共同努力的成果 能够像我们刚才王主委所讲的 我们共同来判明 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整个经济成果 真正的成果能够让所有劳工一起来共享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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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